擁有33師風滿上圍的趙碧瑜 由第26期藝份班出身 入行8年 雖然至今參演過超過70部劇集 但一直以來都是Calefair角色 直至發正先鋒4 日幕天台除淨巴氣斬路頭葛 及後在逆天啟案 白色強人二等劇集的戲份 先自愈來愈重 他坦然壓力逐漸增大 有的有少少的 但這個壓力我想要了很久 我覺得是需要有 因為中間其實都八年 有一段時間是有少少停滯的 都是可能OL或者媽媽 最開頭的時候 角色的轉變不是很大 還有那個發揮不是太多 又是另一種壓力 就是你會覺得 那我以後都是這樣 那我當然不想 現在這個壓力是 我是享受的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艾足多年仍然直直無名 難免會灰心的 試過戶口存款不夠100元的Ossana 直言無量出事 曾經想過放棄 經濟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因為我真的給不到家用工期 自己都要很省著 可能吃東西 或者不要說買衣服 如果真的有東西 你都要去借 有一次是幾個我一個月 我想說 我去完我的份量都沒有 很突然 然後我就 很不好意思 其實很想去 但是 我就會說 不好意思我要做事 真的來不了 那時候都會有質疑 因為覺得 或者對比其他人 或者對比姐姐的家 是會比較自卑 心裡自己很容易做比較 跟其他人 我就會覺得 姐姐賺到錢 就是給家用 好像會給家裡一個 就是讓她不用太重的負擔 因為我在家裡 就是白吃白鼠嘛 是不是 所以媽媽 因為其實媽媽很疼我的 她會覺得 不要緊要 你去做你喜歡做的事 那 我很感謝她 讓我這麼任意 因為 就是這麼多年 我給家用的緣分 真的 純粹掃錢 掃得了 所以今次 我看到她 看到我有逆天期 我出門 其實她又很興奮 我未試過見到她這麼興奮 我知道她 暗地裡 其實她是很開心 覺得終於 好像被人看到 自己的女兒是演員 真的 有些作品出門 說到在逆天期案裡 首次發展感情線的 她笑稱 很遺憾和拍檔 陳偉雄沒有嘴氣 另外問到 那想向誰獻出螢幕初吻呢 好戲 我喜歡有才華 不一定要外表很漂亮 不過 Osana又大讚 合拍白色強人意 和陀槍師姐2021的陳浩 既風趣幽默又細心 是她心目中的Dreamman 還說 如果和Mo有得拍談情戲就真了 有這樣的福份當然好 至於性感底線 又去到哪裡呢 我覺得劇情合理需要的話 還有 說真的電視的尺度 不會太過嚴重 對 所以 我覺得做演員 很多事情 都不要設太多LIMIT 即是 合理不合理 和健康 OK